第36題 甲 汽水中所冒出的氣泡 以 水煮開始所冒出的氣泡 比 乾冰昇華變成的氣體 丁 雙氧水加入二氧化膜反應所產生的氣體 不 吸塩酸和大理石反應所產生的氣體 即 用來灌氣球使其可升空的氣體 上述六種氣體或 氣泡中 哪些所含的氣體是相同的 我們看到甲 汽水中所冒出的氣體是所謂的二氧化碳 那麼我們的水 除開的時候 冒出的氣泡呢是水氣 那麼乾冰昇華乾冰就是固體的二氧化氮 昇華變成氣體的二氧化氮 那麼雙氧水加二氧化膜產生的是氧氣 那麼 吸塩酸金大理石反應的產生的也是二氧化氮 用來灌氣球它可以升空的是應該是氦氣 所以呢我們誰是相同的 我們的甲是二氧化碳 我們的瓶是二氧化碳 我們的霧呢也是二氧化碳 所以甲比霧的氣體一樣都是二氧化碳 所以第36題問我們說 上述六種氣泡或氣體中 哪些所含氣體相同 我們答案選的是豬 甲比霧 接著